又有官员离谱发言了 我们来看呢 这是台南市的国中生 日前参加户外教学之后 喝了红茶 结果出现了手抖个不停的症状 迟迟一周都没有改善 当然这样家长急坏了 结果教育局长也去医院来探视学生 家属就哭诉 孩子的症状好严重 只有睡觉的时候才不会抖 但是没有想到 教育局长听完之后竟然说 把他打昏了就不会抖了嘛 这样家长跟议员愤怒的痛批说 这官员简直毫无同理性 孩子不明远因连续手抖了一星期 家长急坏了 教育局长探视 却说把孩子打昏就不抖了 这话让家长气炸了 官员的离谱发言 也让议员很火大 而且不是讲一次 你是讲了两次 就是 教育局长 孩子就不抖了 教育局长 你这是什么台狗 没有啦 要是说 你是台湾市政府 教育局长叫正邦阵 议事听火爆咨询打昏说 教育局长急着想解释 却脱口说 这是安慰家长的幽默玩笑话 这说法让议员更加火大 这是当一个公司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教育局长 你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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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道歉 你请坐 你去跟家长道歉 这是一个冷笑话 我就请他妈妈说 把他打昏让他睡着 这样妈妈也才能休息 话可能讲的不是很得体 我在这里也愿意道歉 台南市医所国中的学生 25号到高职进行户外教学 一次喝了烘焙课 做的自制红茶后 手抖不停 三名学生住院一星期 症状还没改善 教育局长探视 竟然跟家长说 把孩子打昏了 手就不抖了 尽管事后道歉 却还是让家长痛批 局长的发言 实在是太没有同理心了 记者赖冠张包经营 台南报道